到了這個兒子應該講完的時候 這個媽媽就發現到這個兒子 原來有一個講法的障碼 不會講完的 雖然如此,這個爸爸 非常愛這個十六角 所以他就把這個十六角 送給一個特別的書卷 來接受一個特別的教導 這個是一個 用特別的方法來教導 十六角的電話來講完 時間過了很快 這個十六角慢慢長大 這個十六角的先生 就用了很多時間 去忽然這個十六角 能夠懂得講話 過了一段時間 他終於成功 能夠教導這個十六角 講得了 就是爸爸 終於能夠教導 那天這個十六角的文化 就是來接這個十六角 當他駕車來到這個書館的時候 他就把他的車給電話來 這個就是他自己的兒子 當他的兒子 一上到他的車的時候 拿著膽子中 這是他的爸爸 然後說 爸爸 他就這樣說 這個人聽完之後 你知道發生什麼時候 這個人找你放下 為什麼放下 因為他太過高興 太過氣軟 他一直等到這個十六角 能夠跟他聊天 能夠叫他做爸爸 他已經等了很久 忽然之間 這個十六角叫爸爸的時候 他太過氣軟了 他就覺得很漂亮 人雖然完全 他不聽我們在神的祈禱 放下這樣的祈禱 他是兒子 人家健貴 爸爸 等著他 他們當我幫他 天徒完全的天徒 他更不看我們在神的祈禱 所以我們要試試 要跟上帝有一個這樣祈禱 有這樣的一個祈禱 當你生日 我們要看他們 他當然要跟阿爸天徒 他們是我們叫父 我們是天徒 我们能够跟一个文切的一个罗路交好 当我们在亲近神的时候 神要亲近我们 我们就能够跟神一个美好的交谈 但是你需要什么?你需要说话 对吧? 如果今天你要同一个人生罗路 你不跟我说话是怎样的? 你不跟一个罗路 你会更加理解我 我们跟神是一样的 今天要跟神了解神 要明白神 你要跟神一个人交好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花时间 来到你的面前 跟他谈计 和他讲心 和他将你的心事 带到神的面前 你就发现到 你与神的关系是非常接近的 因为你日日和他 祈祷和交通 阿弟姊妹 今天 这是神的我们的 第四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 为什么今天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祈祷呢? 是因为祈祷的局 你发现到 主耶稣的一生里面 祈祷的一生 主耶稣 开始的时候 你去的 以祈祷来开始 祈祷来跌出祂的一生 当耶稣出祈祷的时候 耶稣先去这个地方 在这个抗云 然后祈祷 然后祈祷 今世四十周夜祈祷 而祈祷作为 时钟就开始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耶稣祈祈祈祈祈祈祈 你这个 翻乎天父的 这个怀抱 当耶稣得神情的时候 最后一句话 就是 成祈祈 因为祈祷的一切趾夕的 一个时空的一生 是一个奇董的一生 在这边 我想要你们自己想想 如果一日 我们的最后的时候 我们要离开一个世界的时候 你讲什么话 你讲最后的观点 你讲最后的观点 我们讲最后的观点 我将个理想 交给你 或者说主 请你节目回来 对不对 这个最后的观点 就是一个奇董的观点 因为主有我会不会回来 没有节目 你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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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還沒做完事 但做完就怎樣 一件事就心事未了 可能是怎樣 但你這樣說 我們是祈禱開始 祈禱接觸我們 主耶穌基督 其實這句 你這句提醒我們 我們是需要祈禱祈禱 在主耶穌的一身 在祈禱當中 如果你仔細研究耶穌一身 耶穌祈禱最厲害的一個地方 就是當耶穌跳一步的 上十字架的時候 整個月 祈禱到一個地步 這個的寒 好像大血液 滴在地上 很重心 一個好像熟靈的戰爭 在不斷的祈禱 祈禱的時候 滴在地上 很重心 好像一個血液 這個很容忍的祈禱 所以祈禱是很容忍的 很容忍的 大真正 當耶穌跳到祈禱的時候 很可惜的 當耶穌跳到祈禱 那些門徒都叫他們 祈禱大力 所有的祈禱都在祈禱 三次 他在耶穌跳到祈禱 那些門徒都叫他們 祈禱大力 所有的祈禱都在祈禱 祈禱大力 所有的祈禱都在祈禱 所以祈禱的祈禱 祈禱的祈禱 很多時候 他們要祈禱的祈禱 他們要祈禱的祈禱 很多時候 為何我們都用 這些禱經文 很多時候是祈禱 我們心靈 忽然而言 但是 牧師 祈禱的祈禱 牧師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 我不是說去睡覺 我想聽你講到的 但是 心靈 但是 肉體吸血液 所以我去睡覺 如果你這樣說 我看到有人問你 請問你昨天 昨天你睡覺 昨天你睡覺 兩、三天睡覺 當然是血液 我都看得對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在做聚派的時候 我們做些休息呢 準備他們最好的精神 在神經面前 來侍奉神 對不對 所以他們那時候 我們是借口 但是 我們需要 在十年前 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 景色的祈禱 那這把那些樹 只有三十四次 這個的 這個的 這個的祈禱 同一個 景色祈禱 和第二個 意思是 如果我們今天 有景色祈禱的話 我們便會進入祈禱 如果今天我們 有景色祈禱的時候 我們便會進入祈禱 這個意思是吧 所以 一個對比很重要的 所以你以為 今天我們在十年前 我們一定 快一點都要學習祈禱 沒有那麼快決定 我們面對問題的時候 我們說 我們先祈禱 沒有那麼快先 慢一點 我們先祈禱 我們會進入祈禱 我們 我們把祈禱 我們知道 神會幫助他們 讓我們知道 如何去決定 讓我們知道 如何去選擇 這個很重要 先祈禱 然後正確決定 所以我們需要景色祈禱 再下來的時候 我們在龍家規模 神將沙龍節 沙龍節 靈省 靈省 景色祈禱 因為你不曉得太子 何時來移動 再來 現在必須提問 OK 好了 這個是神典 我們很重要的一步 提醒 你以為 可能有人會說 如果祈禱很重要 的話 我們今天 要祈禱幾次 一日幾多次 請問 回教堂一日幾多次 回教堂一日幾多次 回教堂五次 我們幾多次 你說五次三次 三次好嗎 哪三次 早餐一次 晚餐一次 晚餐一次 吃東西不好 三次 是三次 但不是吃東西不好的三次 你是真真的 就是三次 你講到詩人說什麼呢 詩人在禱15天 17次 他不說到我 他10次 我約曼上 聳聖 下午 愛聲悲嘆 他人要聽諾 清磈 詩人 你去說什麼呢 最少人生日三次的事 之後有一次 下午一次 會贏過一次 將他自己的悲 所以悲声,意思是他记得了一个礼物 他记得所有交在十一篇面前 他的悲痛,他记得每个礼物的困难 都达到十一篇面前 这种下午的礼物 交在十一篇面前,他就必须听我们的声音 所以今天我们要试试祈祷 上帝必能够帮助我们 最后一篇,我们来看十一篇面前,CB 到十一篇,十五篇 我们来看一篇面前,我们来看一篇面前 还有